她有一个观点我非常不同意 哪个 她认为婚姻是结果 这件事情 就明显没结果婚日 我觉得那才是一切的开始 我只是觉得人只要觉得婚姻是个结果 就极其的危险 就是比如说她就会放松自己 我特别同意 对不对 因为她觉得反正我都结婚了 现在我也不用打扮了 或者说我也不用要求我自己怎么 就不再经营这段感情 反正我即使可能有一些情绪上伤害了她 或者怎么样 她不会太生我气 她要特别同意 这个我觉得不好 所以感情需要一直经营 不管我们见没进入婚姻 都需要经营这段感情 我觉得感情 不管是婚姻还是谈恋爱 需要假设 就是你老觉得这个生活 还能更有意思一点 然后我就是那种 比如说时候长了 我也会觉得 跟我太太商量一下 我怎么假装刚认 制造点小浪漫小惊喜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你不要觉得你长久 稳定地得到了这个人 就是你思想当中会觉得 她是需要经营 要不然你就会失去 没有一段关系 不会不期要经营 就会长久地留在你这 对就是这意思 对 好